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聊刚刚出炉的7月份的百强房企的销售业绩 先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是2023年1到7月份百强房企单月业绩的规模及同比变动 7月份百强房企的销售业绩同比回落是33.1% 这个同比的下滑在6月份负的28.1%的基础上是继续加深了 如果你看1到7月份的累计同比是下滑到负的4.7% 在今年上半年,就截止到6月份的时候,累计增速还是在正值区间 所以7月份就变成一个负值区间了 整体来讲,7月份的销售是非常不理想的,还是比较低迷的 如果看7月份的环比是下降到33.5% 所以不管是同比和环比都是很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你可以看到7月份百强房企单月业绩的一个走势图 其实7月份一般来讲是一个淡季,夏天天气比较炎热 所以7月份环比6月份一般来讲都是下滑的 历年之前也是如此 比较异常的是什么呢,是6月份 就是今年的6月份其实是非常异常的 一般来讲6月份在2019到2022年其他的年份 大家可以看到6月份基本都是继续拐头向上的 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今年的6月份就是一个走平 所以说今年6月份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一个拐点,不太寻常的一个月份 到了7月份当然就继续下滑 其实从这个图你也可以看出来 自2019年以后 或者说更精确的是从2021年以后 后面其实每一年就很难超越上一年的这种高点了 比如说到22年每个月份 其实很难就再超越2019到2020年了 到了2023年以后 我相信在下半年销售的业绩 也很难超越之前几年的同比的数据了 基本是一个逐渐下台阶的一个数据 我们再来看一下7月份百强房企各T对的业绩的一个同比增速的分布 前百强房企里面有将近八成的百强房企单月业绩环比是降低的 同比降低的企业达到是七成 有将近一半的百强房企的同比降幅是大于30%的 然后有36家的企业同比降幅超过50% 而且你看越大的房企基本就没有同比业绩是为正的增速的 基本前十的房企都是同比负增长的 所以说7月份的房地产数据的销售似乎并未起稳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出罗的统计局的PMI的数据 制造业的PMI数据是49.3在上月基础上稍微有所回升 但基本还是在枯容线以下 说明制造业还是一个萎缩的状态 服务业就是非制造业是在继续的萎缩 非制造业这里面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基本还是在萎缩的 当然这个也跟季节性有一定的关系 7月份天气也比较炎热 我们知道国家最近对房地产的定调发生了一些变化 尤其是从最高层会议7月24号来讲 他把房租不炒去掉了 然后提到了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在这个之后住建部也公开表态 包括各个的高能级的像一线城市 住建局也都有所表态 所以说未来我们就看一二线核心城市 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房地产的刺激政策出台 让房地产的销售能够稳住 否则的话在下半年 它可能还是一个继续下行的一个态势 所以说房地产的下行压力 似乎并没有完全解除 依然还在持续进行中 这也是当然为什么我们看到的 碧桂园 包括其他的一些房企 还是有很大的债务偿还的压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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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下期再见